其實蔡英文總統承諾了這麼多 她自己跳票兩個字 可能 要還給蔡英文總統本人 當仁不讓 謝謝蔡英文總統 因為她是比較保守的 她回應是不是擔心對手抨擊 其實蔡英文總統承諾了這麼多 她自己跳票兩個字 可能 要還給蔡英文總統本人 勞工政策 以及能源政策 包括電費絕對不調整 結果也都調整 到底是誰在跳票 今天整個中華民國是民進黨在執政 蔡英文總統 立法院過半是民進黨 很多跳票是民進黨自己本身 現在廣大的勞工朋友過得快樂嗎 農漁民過得快樂嗎 蔡英文總統在選舉的時候跟勞工喊話 勞工是民進黨心中最軟的一塊 但是麻煩蔡英文總統跟民進黨 好好去傾聽一下廣大的庶民跟勞工的心聲 太多人過得苦不堪言 至於我說我承諾 像台灣大學生跟研究所 大概有32萬個大學生跟研究所的碩士生 政府不管花多少資源一定要培養下一代 我希望台灣的所有的大學生跟碩士班的學生 一年要在外面遊學 在整個大學的生涯 政府一定要把這個預算找出來 我們要加大力度培養下一代 藉著這個遊學一年跟國際來接軌 這個不是跳票的問題 也不是吹牛的問題 是整個把資源往下一代來投資